这是美国之音在10月1号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姜天 美国的次贷危机经过不断的积累能量 已经演变成一场猛烈的金融风暴 扑向世界各个角落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一否决救市的议案 立刻引起全球股市暴跌 可见风雨欲来造成多么强烈的震撼和恐惧 今天我们请哈德逊研究所的住房及金融市场中心主任 前联邦住房管理署署长约翰·维克·张维克先生到演播现场 来探讨这场金融风暴能否止住 美国大萧条的一幕是否会重新上演 维克先生在节目中讲英语 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 在节目进行当中 欢迎您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加节目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自己的看法 下面就是参加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播10810 或者播108710 再播8668375161 另外也要告诉大家 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通过短播电台和卫星电视播出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掌握五周动态 纵观天下风云 下面我们的网址是这样的 www.voachinese.com 好 维克先生 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那么首先呢 我要问您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这场 目前这个通过这个旧事议案的这个交锋当中呢 参众两院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呢 从昨天到今天早上呢 似乎呢都表现出了一些积极的态度 那么有些新闻报道说啊 这个议案呢 有可能 参议院经过调整的议案呢 在今晚的表决中呢 有可能通过 在您看来这个前景是这样子吗 首先谢谢您的邀请 邀请你到我这来参加节目 我想参议院呢 将会今晚上表决这项法案 我希望呢 他们能够通过这项法案 那么有这方面的讨论 就是做一些修正 对我们的这个 法案进行修正 把这个修正案呢 做得更有吸引力 就比星期一做得更有吸引力 但是因为星期一的话 就是只差12个人就可以通过 我想就参议院呢 很可能会通过这项 这项法案 那么然后这一法案呢 再会返回到众议院进行再次表决 再次上市 那么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Stanley Hoyt先生呢 今天早晨通过媒体表示啊 他对参议院调整的后的草案中呢 关于这个减税方案呢 还是有些不满 参议院这个方案里啊 关于减税的一些这个提案 提议呢 是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我想 没有任何人 都对这个法案里的每个条款呢 都是非常的满意 那么他们的确呢 就是双方都需要妥协的 那么在众议院没能通过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 这个议案呢 应该做进一步的修正 那么其中的一些修正 就来自参议院的修正呢 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满意的 让所有的众议院议员都可以满意 那么这些税务法的这个修正呢 和我们目前的这个金融市场的一些问题的话 不是有紧密的关系 但是他们呢 就是对某些人 就这些税务的修正呢 可能对某些人 特别是 在这方面就有很多顾虑的人呢 可能有一点就说 左右的这个力量 霍伊尔先生的这个看法 他可能这是他自己的个人看法 而并不代表众议院 大多数民主党议员的意见 我想 那么这个法案呢 最终会最后通过的 那么他只是 霍伊尔只是在表达自己的个人看法而已 这项拯救金融业的议案呢 如果通过的话 它会对于这个 避免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啊 甚至是全球危机这方面 能有多大的效果呢 是不是说 通过了这个议案 我们就可以放弃呢 这个就可以天下无事了 我想 那么这个救世计划的这个目的是 提供资源 向金融公司提供资源 目前的这些公司呢 没有其他的这个 就是说获得资本的这个渠道了 那么让财政部购买 购买就金融公司账面上的这个坏账 购买他们这些刺激贷款 那么通过这个方式呢 向这些金融公司呢 提供资金 注入资本 让他们能够继续的正常运转 而且同时保证 金融市场的其他公司呢 那么这些机构呢 那么他们能够就是进行恢复 我想目前的大问题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确切的知道 我们目前这金融市场的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就是说这些公司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对比这些次贷款 坏账很多这些金融公司 具体的情况是什么 谁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还不太清楚 是不是真的应该和他们做生意 那么结果呢 就是这些金融公司呢 就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就是进行 借贷方面的运作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法案呢 就是针对这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把这个借贷市场呢 重新启动起来 那么我想这会 那么就会把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更容易管理一些 把它变得更容易管理一些 而且当然的这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呢会继续困难下去 但是至少了这个借贷市场呢 会继续运作下去 那么明天可以借钱 那么银行里可以借的钱 可以借钱出来 那么另一方面啊 我们假如说这个议案呢 不能获得通过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因为星期一 众议院否决了这个议案之后呢 美国股市啊应声暴跌 那么就连带着呢 影响到全球各地的股市 亚洲其他地区的股市 也都纷纷暴跌 那么我们可以听到 像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还有这个日本 等等一些国家的高级官员呢 甚至包括总理啊 都表态表示呢 这个问题啊 一定要赶紧这个挽救 这个金融业啊 否则这个造成的连锁反应 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 是无法想象 是不可想象的 不可估量的啊 都我们从他们的话里 可以感到啊 就是刚才我们 从我们刚才的一篇报道中 也可以听到 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呢 也表示这个他的这个威力啊 要超过一百个飓风 就是这个可以感到 我们可以感到 整个的这个全球啊 对美国这个金融危机呢 是风声鹤唳啊 这是草木皆兵 所以您能不能谈一谈 向我们的观众听众介绍一下 假如说这个议案 没有这个拯救方案 或者这个拯救方案 不通过的话 对于这个美国经济 和全球经济 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我想 查维斯总统了 那么他就是 光是光是就是 为了就是表达他的意义